我记得我去某一些餐厅的时候 基本上是肯定会被打的 因为以前那种 茶餐厅比较拥挤 对 对 对 所以我吃东西我容易撒 撒汤啊 水啊什么 我又活泼 所以我老会为这种 鸡毛蒜皮的事情又被打 然后对有一些是对的 也是价值观说到 我每天中午要打给姥姥 问候 不打的话 打 但是对小孩来讲 其实他觉得没啥可说的 忘了嘛 我在玩游戏嘛 每天都得打 每天都得打 哇 这真的是很传统 一回来就是 这句Covid Grandma 第一句 然后一撒好就还没有 我就 你说打了呢 我打了 我打你头 我没打 秒从 然后说你过来 所以你犯了多少个错今天 我说没打 那什么什么错了吗 没错 两个错是不是 我跪下了 然后就 你是87年吧 我还以为你们这一波小孩 都是娇生惯养啊 没那么多 我们这一波是的 我不是而已 对 我最记得有一次 我学聪明的时候 可贼的 我想起那番话真的 哎呀 男人说 他每次打完我了 他打得挺狠的 他很壮 然后我就在那颤抖 他崩溃的时候 他就会过来安抚我 我说 儿子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爸爸是因为爱你 才打你 如果你这样 就他会讲道 这样就这样 然后有一次 他刚要打 那天没穿皮带 就穿反抽 你知道吗 我就看到我说 你不是说你打我的时候 你也心疼吗 可讨厌的 其实是演的 他是真的 滚出去 这一招行 第二次 给我跪下 你不是说 直接就来了 你知道吗 这套路太浅了 你觉得对你有好处吗 这些 其实我会说 孩子教育 我也不敢说什么 但在我这个案子 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 太狂野了 我就是 而且我很多的能量 我就是个不停动的孩子 我跑 寒 要生事 我一定要生事 我一定要有事 我要刺激 我要喊 这么一个孩子 你跟他说的道理 是说不通的 明白 所以我现在是 我挺感激 我爸那时候 都打我 那你为什么不学艺术 然后去英国 去读帝国理工 非常好的一所大学 读物理呢 当时我是想得 特别理性 我觉得我肯定 我这一辈子 肯定是跟音乐有关的 这个是肯定的 我知道的 但是我父母就说 你不能不去读大学 让他吵架 我说为什么 我说读大学 只是为了人生 下一道门 给你一把钥匙 我说如果我想 去那道路 不是需要这把钥匙 我为什么一定要 非得拿一个一把钥匙 跟大家说我有钥匙 但是我不去那个路 其实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父母就跟我辩论了很久 然后他其实到现在 打动我的一句话 他说因为你可以 因为我们支持你 有这个能力 而且你有这个能力 你不读 这个是个 我们觉得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好像有感悟 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们就说 你就三年 就三年就读个基本 你读完了 你可以去选择 你想做的事情 你毕业才21岁 对 你为什么非得去抢 那三年的时间 我是OK